这次进行与你的战场 应该是锁下来了 这要卡列摇去打野 等于节节在野区虽然会吃一些亏 但是整个阵容的配比上下落有鱼鱼 配合打野的能力都是比较强的 而反观威武这边其实这个阵容就比较是对人 放弃一点自己的发挥 主播还要来 但是EDC这边双人组两级先过来 这样的话能把没有这边赶走 这个Q没有Q到 沿途被走位走通 再拉仇恨要回去了 我这配合不是很好 但是好歹是自己的下落帮自己又能活 减速到 这个叫上吗 背后交闪现指指刀挂点人Q到给沿途往自己的方向出 但是两个人是直接交出闪现 闪现的一十二秒 差一下最后一枪拿到这个人头 现在在等一个A兵的机会 这个彩蛋将A兵就会死 就这一波闪现 他往前走了一波 这波只要能回省找个机会 下落先打起来了 一个大招跟上 但是布隆能统挡得很好 SK也突然回来歪过直接被秒 布隆能跑吗 下一个Q好了 给治疗没口扛塔 没有问题 0比4的开局 但是后面有人反过呢 瑞斯要过来了 取经折越 这波是二二三 神经有踢下来 布隆能天 只晕到了一个 眼睛又突到两个 二角拉夫大招开晚了 再开一下自己的高铁 神经一个大招直接喷死了 阿赖斯 剩下一个小东北 只能是赶紧往河岛逃窜 炸了 这一下全炸了 全完了呀 这一下全完了呀 突两个A这边 小东北直接被指到 拍晕再接一个大招 但是交出了闪现 宇昌闪现年一个风角度的强烈大旅 一丝血没有死 还想追 基督这边闪现已经好了 被蓝球减速 基督这边没有再死追了 回身剩下两个双人组 看看这波的残局怎么打 这个先被流出身 也洗着角度有点歪 基督先叫自己闪现 背口也将闪现 这波一级帽子的追击 是用追踩的 还是比较慢的 而且 哎 闪现斧子 给剑四头 给剑四承接开大招 这个位置 斯高的回身一个大招定住了 小东北 小东北再被指到 回身再被离坛 大招动弹 木刀双人组 直接把他咬死 哎 闪现出了墙了 这有点小尴尬 没事 大家全都无事发生 没看到 刚才姐姐是 想要闪现过去追杀 小韩 但是不是 被这个比较厚的墙撞到了头 而且他也没有闪现 再加上开团的主动 全在一滴机手里 来了 一滴机想开 没指到 这个位置 先往后撤一下 斯高的双人组 咬了一下 颜度也交过 一滴机还想先冻龙了 但是这位首官 这边桃里有人 指到了 布鲁可腾的时间被表 布鲁都没举起来 布鲁又拿到这个人头 他这样只能背货放掉了 他这封龙一拿的话 一滴机甚至 什么都没有损失 我白纸一个封龙人头 结绕到后面去了 台南的伞线马上就好 但是好像跑不掉了 哎 正好是顶过了十万 强半被颜度突回来 颜度真准啊 开车下来的终颜值 这边还想追 小鹿北被减速 惩截石川 闪现上 路下次高的拿到双杀 Max过来保 但是Mako紧追起了 Mako有指的攻击 直接指三杀 闪现上去的Max 还有一个爆炸球果 可是这波可以就是把这个 下鲁先锋再拿掉 打一下 总场的水达也不多 总场别裁掉了 直至到了 我的天啊 回身Q大 定在塔下 我先将自己这个闪现 辅助可能就没那么好运了 好运姐 拿到这个人头 而 余思东说 好像有机会 瑞兹杰 绕过来了 能托几步了吗 托几步等队友 自己的位置非常好 是他都在扭 在扭 大招完了 秒秒开出来 身上是没有闪现的 车子感觉要死了 这么快点 车子先倒 延前过来 布鲁一个大担想 封这个口子 但是以前的位置还不错 急动想来先把布鲁解决到 再去跟车面逃跑的紧步 我想开一个车走 走掉了 但是后面的队友 都已经被一滴地收掉了 再加上 外婆怎么没有闪现 姐姐再一个闪现 零光披风加速之后 想再追外婆 外婆有一个冷酷追击 直接是抑上了自己的墙 但是好像姐姐不想放过 他们两个还在继续追 这个位置好像跑不掉 一个Q Q的位置有点差 但是这个位置值也没值到 技能全空了 好像 时间会失败 交闪现 救不了呀 兄弟恶意过来 带晕住外婆 配合上 炎却再打一头 这波最终是打成了 惨烈的 医患 高地应该是顶不住的 高地拿掉 它水晶也只能放掉了 小冬妹也确实 没有办法 只能在上路选择 换一下 经济干二卡 下午前 给我连撞三头啊 小冬妹 当时换到了一些资源 不过 这些资源 对于现在已经落后了 这些9000块的V5来讲 杯水车薪啊 而且对一弟弟来讲 其实最稳妥的玩法 而且这个位置 可能会被激怒 发现激怒进这个草了 一个W晕住之后 后面有人在包 下路组合在包 小冬妹这个位置 还是有开车的 看看要不要早点开车走 这个车往哪开 看一下 沿途 没找到 还好 而且开到了一个 比较好的位置 是的 但是这波 但是蛇女又来了 蛇女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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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好像又被发现了 直接闪现走了 说上班野区入侵 没 子子摸了 怎么办 有闪现 怎么走 看一下 回神仙撕一套 小冠恶鱼 自己被沿途往回台 还有闪现在身上 很稳 这位置之后 已经大死了 闪现都没交出来 而接下来是残局 那次把自己的表开了 小冬妹为什么不交闪 刚刚刚刚应该是我们这个屏幕 有点小看不清 应该还差一点点 是吗 对应该是没闪的 有闪真的必交的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 我觉得还有时候 可能是身上挂点火了 他必死了 刚刚应该是死不了的 叫闪的 他应该是CD了 是吗 没事没事 这现在不重要 因为现在一地叫拿大龙 来了 这边大龙 看一下 V5不想的 小韩有闪现 有大招 要把逆弓 有没有梦想 哎呦 这个布地 太可惜了 对于小韩来讲 没有梦想了 他就买给了 是的 好我们 开年打吧 我怕你一整年 打起来 下路小冬妹又被开了 回身打一套 激动机动 这边被打到了半血左右 血手直接被触发 而女坦这边 持络力还捏着技能 没有上 龙椅就在打了 小龙打完了 先打龙 龙魂到手 回身再开团吧 看一下 女坦走上来 V5这边 五个人抱成一团 怎么女坦 应该是 先杀鳄鱼 鳄鱼这边 肯定要白给 肯定要把他抬起来 运弹冲上去 直进去 看来这个大人 大的还不错 但是双C的位置 太好了 希望老师和Scott 两个人 在无人的波浪的位置 把整个威武 逼在这个角落里 最终水龙龙魂 帮助一滴机 不失一人 拿到灵魂舞的团战 双C也拿到双杀 跟三杀 激动一把刀切 踢批到对方的基地枢纽 应该是要拿到比赛的胜利 这场比赛近乎于一边倒吧 这把 主要是前期下入第一波的 就是失误有点大了 给到了塔利亚的第一波机会 杰杰太厉害了 对 这局杰杰太厉害了 就塔利亚这个英雄 说实话 如果他没人投的话 就很一般 但是只要你的杰东一起来 这个英雄 就有点无敌了 对 七一对安负面 是吧 这场姐姐打得太好了 最终我们恭喜一地鸡 1比0 打下2020年第一场小场的胜利 同时 也希望威武能够在 短暂的中场休息 进行一些调整 因为这场确实输得 比较没脾气 调整一下吧 我觉得这个阵容拿的 做得很好了 那咋办吧 但是 一地鸡的应对也做得很好 是 伤害列表 来看看这边 只有小东北一人上万 确实在这种劣势下 非常难打 而在这边 塔利亚 打了最高的伤害 打了最高 打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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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